你水翼要讓它升起來 前提是要行有速度 就是沒有速度下它不會自己騎 那船就是可以給你一個穩定的速度 讓學的人去感受說我要怎麼控制水翼 讓它騎的按下轉彎或者什麼 你一開始就要做兩件事情 就你一開始就要學怎麼做這個 但是又要控制這個 或者是衝浪 還要看浪 太多事情發生在同時 利用一個固定穩定的方式 讓你去單純感受怎麼控制水翼就好 然後再去學其他結合運動 這是最好的方式 原影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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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衝浪沒有上升這件事情 你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怎麼學它怎麼上升 它就下來 然後就是左右轉彎 所以我們待會下去就是要先練怎麼讓它升起 直接穩定爬 發展 腰圓圓是 傳統的折讓,就是玩那一道拉 選意是你衝完之後 可以跳著拋後在接 第二道或是第三道 也就是說你的選擇性變很多 我覺得最吸引的人的是說 小小的路面這樣就可以跑得 跟剛剛玩玩大浪的時候一樣LP 甚至更快的 不是每個人都住在夏威夷 印尼巴��리�島 浪很好地 不想要去救 又想要去海邊 那ised去玩隨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